天南地北谈华语 昨天谈了三个含经的字 第一个是角丝旁做布首的经 乙经的经 这个字另外还有一个读音 静 静沙 是个动词 第二个是草字头做布首的经 是植物体的主干部分 第三个是三点水做布首的经 经位分明 经位不分 今天谈的含偏旁经的字 则读作第四声静 静沙我们谈过了 那我们来谈戴双人旁的静 俗称双人旁 但实际上跟人没有直接关系 双人旁其实是赤处的赤 从赤的字多表示与道路有关 所以戴双人旁的赤 本意是步行小路 比如小静 趋静 要表示方法也可以说图静 静也指直径 直径是通过圆心并连接圆周上两点的线段 而半径是从圆心到圆周上任何一点的线段 要计算圆形的面积 就得先知道它的直径或半径 有两个词挺接近的 但还是有它们的不同之处 一个是静直 一个是静字 静直是不绕道不耽搁直接前往 比如静直朝大海走去 静直也表示直接做某事 无需考虑其他 例如你静直把稿子写出来 而静字则表示自己直接行动 譬如任务还没完成 怎么能静字离开岗位呢 嗯 静直 静直测重在不间断不停止直接行事 而静字测重在不倾视不商量自作主张 是的 另一个不同点是 静直的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静字的主体只能是人 也是 不倾视不商量自作主张 这指的当然是人了 下一个 韩经读静的是带月字旁的静 月字旁 那肯定是人体部位 是的 带月字旁的静是小腿 成语不静而走 没有腿却能跑 比喻消息等迅速传开来 可别以为这里的静是带双人旁的静啊 小腿得写带月字旁的静 说到人体了 那么我来说这个字吧 带病字旁的静 带病字旁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静卵是个动词 肌肉紧张 不由自主地收缩 比如手脚静卵 胃静卵 饮食不规律 精神高度紧张 长期心理压力等 使人容易患上胃静卵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 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